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波族的频道 那么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乔家U5首款处女座 i100 Pro机箱 这款机箱是乔斯伯A4的升级版旗舰版 无论是从外包装啊 做工还是细节 都比以往的任何一代乔斯伯产品都还要好 乔家U5是乔斯伯新成立的一个子品牌 高端品牌来的 回归产品质本质 你们也知道乔斯伯产品线的包容性 与普惠性是非常广的 要控制成本 要迎合市场热点 也要符合很多人的胃口 众口难掉 对不对 这就不同程度的弱化的 最应该保留的一些功能 所以乔家U5呢 就回归产品质本质 专注做少数产品 就比如说ITXS这类的少数产品 当然呢 价格也像都会比较高一点 这款i100 Pro机箱呢 会在这个月的20号之后呢 上线乔斯伯的贴猫旗舰店 因为乔家U5是刚成立的一个品牌 和京东贴猫的一些签约还没搞定 所以乔家U5官方的直音店呢 暂时还没有 由于最近买了双11的差能 所以说i100 Pro的工程样机并不会有很多 不过在版文之中呢 又生产出来了几台 这期视频原本应该在时候之前完成的 不过呢 由于太忙 所以说就拖到了现在 在这里说声抱歉了 这款机箱亮点非常的多 真的是很棒 相比于前代的A4机箱呢 很多细节都做了优化 就比如说模块化设计 支持三种安装方式 可以显卡值插测插 特别是还支持360水冷 这是我用过 散热最好的ITX机箱 由于散热面积的增大 它的温度表现非常的好 就比如说我的酷热i7 9700KF 8核心全核4.6GHz CPU核心待机30度 满载60度 这次测试用的水冷是 乔斯波的光影360 还有我的Alpha酷LT240 那么呢 接下来的时间 给大家带来的是i100 Pro的开箱 细节闪戏 还有安装全程 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尺寸很大 但是呢 在了解了本期视频所展示的细节 还有亮点之后呢 你也会觉得这个尺寸恰到好处 这次整个包装呢 都采用了黑色的风格 特别是这个配镜盒 非常的高档 非常的有意思 给你们看一下 这次配镜盒设计的非常好 首先呢 这是螺丝盒 上面有标注螺丝的种类 用于什么地方 接下来是扎带 用于理性的 让你的机箱更美观 简洁 好的 我们把这些放回去 接下来的是机箱脚垫 有两种高度 可以让你选择 可以让你的机箱底部进气呢 更为顺畅 接下来 这个是机箱的后窗 更换了之后呢 就可以显卡直插了 这是模块化的设计 接下来呢 是用户指南 装在信封里面 上面写的 乔家一物的品牌核心 专注产品之本质 好 我们放回去 最后呢 就是ADT的PCIe300延长线 配镜盒的特写呢 我们待会再来一个一个看 现在先继续开箱 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加入 乔家一物的官方群 还有乔斯波的官方ITX群 加群申请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乔家宾的视频推荐的 乔家宾这个频道 是我新建的 因为我之前大号的频道呢 视频种类特别多 所以说我就干脆新建了一个乔家宾的频道 专门把科技类的视频归类到一起 把以前做的好几万播放量的视频都散掉了 全部移到这个新频道里面来的 所以你也会发现 我这个新频道的播放量很低 因为都是以前的老视频搬运过来的 iPad Pro的整体风格呢 黑白相近 造型还挺好看的 特别是顶部的那个黑色的面板 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黑色的顶盖 而且这个顶盖呢 还是磁吸式的 采用的是低风组的四十目 尼龙反尘网 四十目尼龙反尘网 卸下反尘网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风扇的位置呢 它并不是居中的 它是偏着的 得益于这个低风组的尼龙反尘网 再加上这个偏着的设计 那么呢 这次i100 Pro的散热会比A4好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次玻璃侧板非常的坚固 而且还是用螺丝固定的 这个干货玻璃比以前更重啊 视频也加过了很硬 打开侧板了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内部构造 标配的是A4结构 我也比较偏爱A4结构 也叫分参结构 主板和显卡背扣背 你可以注意到 上面有非常多的螺丝孔位 对吧 这就是模块化的设计 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想安装的位置 这里导致的这款机箱呢 拆装非常的复杂 要处理很多颗螺丝 在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理线参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个托盘 对吧 一方面它可以过线 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拖出线材 不会让线材下坠碰到风扇 这个细节好评 虽然A4也不会下坠碰到风扇 其实我觉得A4这一面的颜值 会更高一点 待会你们也就知道为什么了 这里还有个亮点 就是3.5寸的硬盘 可以隐藏在前面板后面 毕竟还有很多网家 对3.5寸大容量的机械硬盘 是有干性需求的 安装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免工具设计 以前A4想要安装机械硬盘的话 必须得占用一个风扇的位置 好 我们回到配件的特写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是这个脚垫 它和A4的脚垫是一样的 不过它还多了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你加上去之后就可以增高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高脚垫 接下来是这个零件盒的特写 比以前包装好很多 以前都是塑料袋包起来的 接下来是这个信封样式的用户指南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说明书 就说明书吗 没了 这本说明书还单独用一个信封包了起来 咱们大致来看一下这本说明书 上期视频 我也有放出电子版的这本说明书 这个是可以在官网 jonesplus.com下载得到的 接下来是ADT的PCIe3.0延长线 如果你是MD主板的话 记得把PCIe模式从4.0降 9V3.0运行 PCIe4.0延长线有是有 但是很贵 成本要500多块钱 而且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现在的显卡 连PCIe3.0的带宽都跑步 而且你们也不用担心延长线的性能损耗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这款延长线不用担心什么事情 而且这款延长线的做工质量非常的好 是ADT的 这个就是后窗的转换板 还带了一个反程网 这样的话就可以换成显卡直插的模式了 待会在装机的过程中 我也会演示怎么换成显卡直插的模式 首先把主板的支撑架卸下来总共有4颗螺丝 接下来后窗有5颗螺丝也要卸下来 然后就可以拿下后窗了 这个是两个后窗的对比 接下来在电源窗这里有两颗螺丝 注意这些螺丝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 记得做好分类 最后就是主板支撑架上面的两个铜柱 拆卸完了之后内部显得宽敞的许多 接下来大家要把支撑架防转180度 这么放上去 S结构和直插结构的背板的朝向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这一面锁上螺丝即可 最后再装上后窗 锁上刚刚的5颗螺丝即可 好的开箱的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安装的过程 那么在开始安装之前 给大家看一下i100 Pro A4还有V8这三款机型的对比 当然也应该把乔斯波V9 V10也拉进来对比一下 V9 V10和A4的造型很像 年底也将会出ATX版的i100 Pro 如果你偏好ATX迹象的话 在这里推进一下UMX4 如果偏好MATX的话 可以考虑C3 Plus和V9 接下来我先把我的电脑拆了 不过拆起来比较麻烦一点 在这里就快进吧 好的 以前的主机拆完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把这些硬件安装在i100 Pro上面 那么首先给大家演示的是A4结构的安装全程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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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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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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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